1951年11月18日下午 一架米格15战斗机 缓缓地降落在了我们志愿军的机场上 这架战机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伤痕累累的斗士 现场的每个人都惊叹 飞行员孙生路和这架战斗机 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而大家也都想知道 在长空之上 我们的战士和战机 究竟和敌人经历了怎样艰苦的搏杀呢 1951年11月18日下午2点左右 朝鲜9批184架敌机 盘旋在大同江及永柔地区 并在安州 青川江附近轰炸扫射 企图破坏朝鲜铁路运输系统 敌机来势汹汹 志愿军空军迅速反应 立即起飞迎敌 时任志愿军空军第三师 第九团一大队中队长的孙生路 负责掩护王海带领的掌机组作战 它是掩护机群 要保证要掌机安全的 所以它禁止禁止 千锋百地的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它来保护王海带 对他们攻击机群的安全 我军飞机升空后 驾驶着米格15战斗机的孙生路 很快就发现 左侧出现了一架敌机 正在向掌机的方向飞过去 于是 它立即调整机头 准备攻击敌机 为了摆脱孙生路 敌机突然加速转弯 孙生路也用力拉杆 紧紧跟着敌机进行驱逐 无奈之下 敌机被迫驶离了这个区域 孙生路作为辽机 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一次 对掌机的护航 然而没多久 又有一架敌机出现在了他们上方 孙生路驾驶的米格15战机 以每秒50米的速度爬升 对敌机进行驱逐 然而短短几分钟后 他发现自己和掌机失去了联系 正处于单机作战的状态 一打敌你就变成单机 如果变成单机就被你踢破 果然 敌机组成的小分队 很快就发现了孙生路 并向他的方向开跑 危机时刻 孙生路当机立断 发挥米格15垂直机动性强的特点 迅速爬升高度 然后急速俯冲 就这样 孙生路向上爬升 然后向下俯冲 耐心地和敌人周旋 反复多次以后 敌机的小分队被冲散 冲散敌人的队形后 孙生路发现 有一架敌机就在他的正上方 近距离开炮威胁很大 因为你不要把敌人飞机打掉以后 他的爆炸就可杀到人的飞机 虽然这种近距离开炮的方式很危险 但此时孙生路无暇顾及个人安危 他找准时机坚决开炮 准确命中敌机 掉下去了冒烟了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电台上停截以后 搞一个点叫起来 打得好 打得好 这是孙生路在朝鲜战场 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被敌机的残骸击中 王海 当时是孙生路所在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这一天 孙生路的英勇表现 让他深有感触 我会飞行事业的小事少 这是我的缘点 但是我敢于斗争 我敢于姓李 我敢于获利聘 结果我们就站在上方 这呢 我趁了 我准备了 我敢于尽管 这位是俩个小事 我现在听到 我尽管了 是可以 有一次 我增加了 这是决决的 他们得和露 对 你 有一次 我 altijd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聊聊飞行员孙生璐的故事 欢迎宋老师 您好 您好 谢谢 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 我们注意到孙生璐他的职责 是辽机组的组长 首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职责 他和其他的这些战斗机 该怎么来配合 他有什么样的这种 空中作战的任务 前进航空军作战 它一般是以四级为基础 就是四架飞机 一号机和二号机 这个双机构成 这个四机的第一个梯队 就是攻击他先上 这是掌机组 三号机 四号机 是辽机组 孙生璐的位置在三号 主要的任务 是保证掌机组 一号机的安全 同时他还有独立存任务 就是你一旦分成了双机 比如说掌机下定 我攻击左边的低机 你攻击右边这机 那你就带四号机 攻击右边这机 明白了 有利于辽机攻击 而不利于掌机攻击的时候 辽机可以请示掌机 在获得掌机同意的情况下 发起攻击 掌机也可以自己判断态势 主动命令辽机 你攻击 我掩护 这时候他俩角色就转换了 这个转换是中国军队 这种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的一种 就是不能说我光懂得掩护 光懂得防御 是吧 我也要我攻击的时候 我也能成为一把尖刀 我也能杀得上去 咱们的每一个兵员 其实都是这么练起来的 真是了不起 当年这么的艰苦 但是大家看到 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 这种勤学苦练的这种信心 支撑着大家能够迅速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的时候 孙生路是以优异的成绩 从航校毕业 当时很多门功课 他都拿到了满分的成绩 他也是愁出满志 加入了部队 一心想在蓝天之上痛击敌人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首战出击 他却一无斩获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0年10月 22岁的孙生路从航校毕业 一年后 他随部队开赴前线战场 参加抗美援朝 来到朝鲜一个月以后的一天 青川江上空突然出现敌机 志愿军空军出动多架次 米格15战机迎敌 这是孙生路第一次驾驶战机 与敌人交战 然而起飞后没多久 孙生路便发现 这一天 高空气象的复杂程度 远超出他的预估 气象复杂 能见度极差 虽然孙生路在空中努力搜索 但依然没有发现一架敌机 除鹰震翅 初上蓝天 遇到这么复杂的情况 孙生路还是没有放弃 因为从路朝参战时期 他和战友就因为敌机四月 憋了一肚子火 美军空军凭借明显的优势 肆无忌惮地轰炸 这飞弹没有下到志愿军飞行员 反而成为他们苦练技术 后来居上的动力 就在孙生路苦苦寻找敌人飞机的时候 三架敌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负责指挥战斗的掌机 命令孙生路和另一架辽机 对敌机进行驱逐 但是在上下调整高度的过程中 我方机群的队形逐渐被打乱 第一个做法就是 千方百地把你机群打乱 打乱结果是你死掉了 飞机和飞机之间的战术联系 和战役联系 你构不成火力法 没法掩护你机群 给他造成激动你的机会 失去了对彼此的掩护 孙生路的战机在空中变得孤单而被动 打得比较软 打着我就回来了 一个人回来了 所以这是很危险 如果遇到这情况 让我们被敌人各个击破 经过奋力躲闪 拼杀 孙生路的飞机虽然没有受伤 安全返回 但仓促间 他的弹药全部打空 连一架敌机也没有击落 返航后 孙生路很沮丧 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逐渐意识到 一方面自己没有掌握过硬的攻击要力 一方面没有和战友形成默契的空中配合 在日记中 他记忆下了这些心得 除了要熟练掌握飞行技巧 提升团队战斗力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便是知己知彼 必须要了解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 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 我们还请到了军事专家 他是军事科学院原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 罗元 我们欢迎罗部长 罗部长啊 在这儿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在朝鲜的战场上 我们中国的志愿军的空军和敌人 联合国军 美军 他们的一个空军 我们的一个军事力量对比 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抗平潮初期啊 这个我军的空军和所谓的联合国军的空军相对比 力量对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也就是两个空军呢 它的起点是不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 首先从飞机来看啊 这个联合国军的飞机是有1200架 而我们空军勉强能够作战的飞机只有200架 飞行员素质也有很大的差距 飞行员 美军的飞行员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过二战的 他们训练时间就是空中飞行小时啊 都在几千个小时啊 最多是有3000个小时啊 而且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 我们的飞行员呢 大部分都是由陆军转航过来的 我们的飞行员还有很多呢 它本身的文化素质也不高 那么飞行的时间也就是几十个小时 但是他们有一种勇敢精神 就是敢于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我们看啊 罗部长今天您还带来了 两架当时的我们双方的战斗机的模型 一个是我们的米格15 还有一个对方的这个F86 您能不能也借着这两个模型啊 给我们讲讲这两架主战的飞机 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各自的优和劣在哪 F86它的时速达多少呢 是960公里 就每小时飞960公里 而我们的米格15 我们米格15的时速呢 达到1078公里 那显然比这个F86 要比它速度要快 那从升线来看啊 这个F86 它的最高升线呢 是15000公尺 而我们这个米格15的 它的最高升线 是15544公尺 我们的绿势主要就是 我们的飞行员 他毕竟作战时间要短一些 作战经验要缺乏一些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后勤保障 要比美军要差一些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呢 是仰我之长 基敌之短 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空三师司令部抗美援朝作战战斗统计 它披露了孙生路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果 在1951年11月18日击落第一架敌机后 孙生路又先后在1952年1月6日 11月6日 11月15日 累计击落两架敌机 机商一架敌机 更据传奇色彩的是 在1952年12月2日这一天 孙生路一个人连续击落了两架敌机 面对飞行时间 作战经验远远超过自己的美军飞行员 孙生路是如何连活生计的 1952年12月2日下午 志愿军空军基地塔台 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 美国空军70多架飞机突然来犯 孙生路是第九团的飞行员们 紧急列队出发 他们坚信 狭路相逢勇者胜 再强大的敌人也要迎头通缉 不是那么天空这么大 美国印也是一个印 我们中国印也是一个印 我就不相信 我们打不下你们 带着如此坚定的信念 王海驾驶掌机 率领11架战机起飞 空战开始后不久 孙生路就接到掌机命令 调整机头方向 向一架出现在掌机左侧的敌机开炮 敌机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即加大速度逃离 就在孙生路准备追上去的时候 他发现 王海驾驶的掌机尾后 出现了4架敌机 距离掌机的距离非常近 王海是志愿军空军 本次作战的指挥员 一旦他发生危险 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一般工地里 最好的攻击方向 就是后边的 所以后边需要用掩护进去 就掩护着咱们攻击进去 不要去偷袭 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孙生路牢记着这个原则 他知道身为辽机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护卫掌机安全 此时 如果孙生路选择开炮 最多只能打掉 距离最近的一架敌机 而其他三架敌机 依然可以威胁到掌机 孙生路必须想到一个 同时遏制四架敌机的办法 危机时刻 孙生路迅速加大油门 直接穿插到掌机身后 飞在四架敌机面前 用一起之力挡住了敌机的攻击角度 这就是孙生路打了得好 曾经给敌人的英雄 拿短期降线 插在四架敌机面前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 这意味着孙生路把自己的战机暴露在敌人面前 但空中的战机稍纵即逝 为了保护掌机安全 这是孙生路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然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敌人 四架敌机几乎同时向他开火 孙生路不停地改变飞行高度 灵活地在火网中躲闪 孙生路知道 自己能多拖住敌机一秒钟 掌机便多一分主动 也正是他这一次果断勇敢地出击 掌机组暂时脱离了威胁 在确认掌机安全后 孙生路找准时机连续急速转弯 甩开了四架敌机 与此同时 孙生路接到了重新编队的命令 就在他准备与掌机会合时 孙生路发现 旁边战友的机身后 出现了另一架敌机 此刻他距离这架敌机的位置 只有八百米 偷偷偷批刺到就是不怕死 勇敢 要近距离 向敌人开火 在一份空军资料中 记录了当时的惊险时刻 敌发掘后 即放弃攻击 下滑左转脱离 孙即跟随敌机下滑 接着敌机向左上升转弯 企图以优势兵力进行反击 孙即利用敌机上升转弯的机会 迅速切敌半径 咬住敌三号机 在八百米的距离上 向敌机射击 当即将其击落 击落了第一架敌机后 孙生路又发现了身前的另一架敌机 尖敌的机会又一次来了 他瞄准敌机 在距离六百米的地方连续射击 又击落了第二架敌机 来面对这么一个敌人 无道不畏惧 我下决心把他打掉 这两位的这种性格 实习都要培养 这是一个有军人的血性性格 接到返航命令后 孙生路飞至昌城上空 突然遭遇两架敌机攻击 他的飞机多处重担 由于孙生路的炮弹耗尽 他失去反击能力 这时孙生路本应该选择跳伞 但他舍不得与自己朝夕相伴的战机 孙生路坚持继续加急 猛地向左侧上升摆脱底机 然后保持大速度直线飞行 虽然飞机受伤严重 但是孙生路还是努力操纵着飞机 准备降落 孙生路驾驶飞机稳稳停在了机场 战友们听闻孙生路在空中遭遇的危险 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但更为他的表现感到骄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的一份报告中 给了孙生路这样的评价 这次战斗所以能摆脱被动转为主动 适合一中队飞行员 特别是孙生路统治 灵活机制的处置情况 和勇敢积极的进攻行动分不开的 孙生路从不示弱 欲强则强的战斗性格 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就开始孕育和形成 说他四五年就参加八路军 跟日本鬼子打故障 而且还当面拼骨刺刀 那个情况当时是 他枪打不响了坏了故障 当时两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 就向他冲过来了 他把自己的枪拿着 不但和敌人硬碰硬地对面上去了 而且还夺过了一把日本鬼子刺刀 抢过来后 把自己那破枪故障的枪 一下就把一个日本兵就刺刀了 所以你想在这种刺刀剑红的 这个面对面的拼搏这个情况下 这个人的心理和他的战斗作风 那是得到了一个最直接 和最高水平的这种锻炼 所以你看孙生路他经过这一步 对他后来在空战当中 跟敌人近身肉搏 空中聘此刀 对 这个绝对是 对孙生路来说 他有过这个经历 他根本就不怕 敌人再多 我也是跟你斗到底 所以这个太说明 这个陆军的锻炼 对我们空军分析员 是多么重要 没错 所以他到了这个王海大队以后 他我们看到一张照片 王海在第一位 第二个是焦锦文 他的辽姬 辽姬 第三个是周峰姓 这几个都是老的飞行员 然后孙生路在第七 所以他是后到王海大队 他是新人 对 经过几次战斗出动 他迅速地就成为了 王海这四级的三号机 所以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 战斗技能的掌握 也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成长过程 第一 是敢打 不管敌人是多老牌的飞行员 因为美国飞行员 比咱们的飞行时间长多了 咱们那时候撑死了几十小时 尤其是在米格15飞机上 他航向飞的那个 轮响教练机 那个实际作战 你只是刚掌握了一个 基本驾驶数 那么他在短时间内 就能熟练地把米格15的 飞行性能和战斗性能 全发挥出来 这个一定是飞行员 自己的悟性特别大 1952年12月3日上午 敌机又一次来袭 孙生路再次主动要求作战 可在前一天 他刚刚经历了近三个小时 高强度的敖战 身心俱疲 所以战友们都劝他先留下来 他又在外面这个机场 坐着肯定休息也不好 那么回来了以后 正好下午又要起飞 我们说他行不行 他说我怎么不行 我一梦有病 我身体挺好 正当孙生路准备起飞时 意外却发生了 他那间飞机怎么又开不着 开一次开不着 马连玉焦急地劝说孙生路 这一次就不要再去了 休息一下吧 可不管战友如何劝说 孙生路都下定决心要起飞迎敌 这个要起飞 还是要起飞 多一架飞机 多一架力量 孙生路决定换一架飞机 必须要参加战斗 青川江上空 四架敌机向空中指挥员王海迷进 而此时王海正驾驶战机和一群敌机交战 无暇后顾 在这万分危机的关头 孙生路不顾危险 再一次勇猛地冲上去 挡住四架敌机的射击角度 很快 战友们的编队机群暂时脱离了险境 但孙生路又一次陷入到敌机的重重包围中 你赶快拖离 我看高度一定很低了 到一千多米了 人家赶快拖离 这事实上他没拖离 敌机看到孙生路的飞机 纷纷开炮射击 在敌机猛烈炮火的攻击下 孙生路的飞机多处被击中 我无事自然拿起来 无事自然拿起来 没回答 此时孙生路的飞机已经起火 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把机头一拉 驾驶着正在熊熊燃烧的战鹰 静止地朝着敌机撞了过去 在这场空战中 王海率领的飞行编队 打退了来犯的敌机 取得了击落机上六架敌机的战果 可飞行中队的战友们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们永远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兄弟 生死一瞬 孙生路为什么会选择驾驶飞机撞向敌人 或许我们在一份空军资料中可以找到答案 为了救援战友消灭敌人 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赶上 这是孙生路说过的豪言壮语 他说到了 也做到了 跨过阳江回首看到祖国的时候 心里想到我今天来到朝鲜 就是要保家为国 不怕牺牲 回头只要祖国安定 我就满清热血都献给朝鲜 献给这个战争也再死不死 孙生路先后击落敌机六架 击伤一架 最终为了战友的安全 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他血洒长空 壮烈捐躯 用生命建行了身为辽机的担当 用牺牲实现了亮剑降魔的理想 孙生路牺牲的消息传回了家乡河北宝殿 家人们无法相信这个消息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 他们才刚刚收到孙生路寄回的一封信 就在英雄孙生路牺牲前不久 他曾经给家里写去了一封信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 她就是孙生路的女儿孙曾敏大姐 而且她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孙大姐 孙大姐 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封信的详细内容 这封信是1952年10月9日 她写给她妹妹孙淑华的 我可以念一下 淑华妹妹 前在安东的时候 我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当时我们那时的战斗任务 每天都很紧张 也没有时间给你去信 对 请不咸一封信 你从这封信 你的封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是in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还是给他写的比较多 除了那个前面那一封 刚刚说的那一封 前面还有三封信 给这个孙淑华写的 下边我再念念他另外三封 好 这是第一封信 写于1952年3月27号 信里说 关于你写来的信 是谁给你写的 是你自己写的呢 还是叫别人给你写的 往来信时告诉 我说如果是你自己写的那样很好 如果是叫别人写的 希望你今后给我写信的时候 最好自己练习写 写好写坏都不重要 自己应当有勇敢锻炼自己才行 另外自己要加强学习 要不断从政治上 业务上和文化上 从各方面来提高自己 加强和同志 虚心向老同志学习 只有这样 才可能使自己进步更快 别不多谈 助进步 孙淑华这字写的挺棒 这个字写的真好 他特别刻苦 对 原来小的时候爷爷就跟我说过 就是说上军销的时候 就是特别认真 对 特别吃苦 但是他教育他妹妹也是 这不在信中就说 要自己写 自己练 写好写换没关系 但是哥哥是非常 真的是非常疼爱他这个妹妹 也关心着他这个妹妹 所以看出来很多的细节 他都关注到了 对 这是第二封信 信里说 听你来信说到 你给我来信都是自己写的 我非常高兴 你的字写的还不错 希望你能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提高自己 任何一点进步都不央当满足 你不是来信 给我要照片吗 我在这里给你记取一张 往收下 很好保存吧 助进步 真好 真好 对 他的信中就是说提到他的这个 不是说他要一张照片吗 这就是他那会儿 给他这个妹妹寄来的照片 我们一直在 就是想在这个箱框里 一直保存 其实说起照片 我听说咱们 很多的这种空军战斗员 每次出征之前都得照一张 是吧 这是个习惯 这是习惯 不是说那时候我们有条件 出征之前 但是这是一个对于我这次战斗的相当于一个 就是我可能回不来 对 但是我留下一个壮士 出征的这样一种形象 而且你从他的眼神中 可以看 一往无前 有我无敌 出征 没有丝毫的犹豫 英雄 第三封信写的内容 也是关心妹妹的工作 叮嘱妹妹进步 他的每一封信里边都有 助进步这几个字 1952年12月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嘉奖令 称赞孙生路同志 不论在平时 在战斗中 均表现了对保卫祖国 保卫世界人民和平事业 无比的忠诚 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最后为中朝人民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同时 孙生路被追击特等功一次 并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燕照自古初豪杰 孙生路家人们一直以这个空中英豪为荣 家人们相信 他的英灵永驻于蓝天之上 他从不会离开属于他的战场 他也不会被后人所遗忘 说到孙生路英雄跟家人的关系 我注意到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些报道 说孙大姐您既是孙生路英雄的女儿 又算是他的外甥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身份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我的妈妈是孙生路的妹妹 我是孙生路的外甥女儿 也可以说是女儿 因为有我的那一年 是孙生路牺牲的十周年 后来家里人就说 就让这孩子姓孙吧 完了以后我就姓了孙 就成了孙生路的女儿 也就是家里也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她 怀念她 不忘记她 所以英雄孙生路其实是没有结婚成家 他牺牲的时候在24岁 对 所以还没有成家 也没有孩子 对 其实到后来也 我也算是替他进销了吧 孙生路牺牲以后 孙生路的父亲 专门给空三师写了一封信 雪公星就表示我的儿子虽然牺牲 但是我女儿也到部队去了 另外希望部队 奋勇作战 为孙生路报仇 谢谢 这是一家人 对于革命的一种奉献和支持 对 也是一家人对于孙生路英雄 这种精神的再传承 对 所以我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表达着我们的这种态度 保家卫国 我们要奋勇杀敌 一个孙生路倒下了不怕 我们可能有千千万万的 孙家的后人站出来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站出来 继续浴血杀敌 为英雄报仇 也为和平奋战 谢谢 好 朋友们 在今天的现场 我们还要为大家首次披露一个 珍贵的历史资料 通过这个资料 我们可能还能从另外一个方面 再去进一步地了解一下 英雄孙生路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这份历史资料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份历史资料是我们联系到了部队 由部队的史料部门编写的一本 孙生路烈士的部分资料汇集 在其中记述了很多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 和一些当年的历史记录 包括一些个人的会议纪要 个人的思想的摘编等等 在这里面有一篇内容我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这是孙生路同志在1951年11月一次作战中 击落了敌击之后回来谈的体会摘要 应该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经验的时候 他的一个体会的简单的极要 他说在本月18日的空战中 我击落了敌击有如下一些体会 第一 射击距离要近 就是为了要增加命中率 一定要离敌较近 这样才能打得更准 但是其实想想这样的话 风险就更大 第二是他说在初期战斗中 由于经验少 往往不能一次就瞄得很准 所以必须迅速有效地做再次瞄准 而且一用点发的方式 这样来通过弹道来修正前质量 第三他说和敌击缠斗时 不要多做小转弯 做小转弯的距离很近 拉不出前质量 开了炮也打不着 反而因为敌人的小转弯的性能好 我们容易被他反咬 更容易吃亏 第四要注意保持高度 说这个下滑角度太大 速度不小就容易冲过敌击 要一定保持高度 在敌人上方 这样敌人不容易打我们 而我们更容易拉起来进攻 第五是他说进入战斗后 最好少放空中刹车 放了也要及时收起 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速度的问题 对 所以这是他的经验 所以很简单的 很具体 但是很精准 很精准 而且我觉得在战友中的交流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这种经验推广 没错 好 朋友们 刚才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了 这份总结资料中的 一小段内容 那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请到了 抗美援潮纪念馆 研究三部的高阳部长 我们也欢迎高部长 也请您结合着这份资料 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今天的一些感受 包括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位英雄 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这几条 其实就是孙生璐 在牺牲之前一年多 他当时给战友做的一个 战斗经验的一个分享 但是我们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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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